我的好朋友 上個禮拜情緒有點失控 但是已經穩定下來了 剛才聽到聽到大家的賢伯 說我感受很親密 其中有一句話 我們現在五十歲以上都是在修行 那修行要去惡修善 我們常常在說 擺善效為先 擺善效為先 這最基本的 我就想到說 我差不多前兩個禮拜 我就剛才看到一部電影 那個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電影 叫做春曉大帝 你知道有看過嗎 那這個春曉大帝裡面有一個爺爺 有一個爺爺 他在吃晚飯的時候 就聽聽就在哭 說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那個是美國的騙子 那他曾經呢 帶著35匹馬以及鐵板的棚車 橫越大草原 然後到他們現在能生長的地方 到他們現在建業創業的地方 開闢了他現在整個的事業 那他們這個爺爺呢 聽聽 晚上吃飯的時候呢 他就會講這一些故事 那有一次呢 晚餐 這個爺爺比較慢 那他三個兒子 比較早慢 那他就 他就說 啊 我們爸爸還沒有下來耶 那另外一個說說 啊 他跟他吃飯 中老爺 比較聽就聽那個故事 聽同樣的故事就聽了 他說了這句話 一個月頭 他爸爸剛才站在樓邊 站在樓邊 那三個 他在說的人 他在說的人 當然心情就 從樓邊就覺得很難生 我看到這段電影 我就回想 回想到 我有一個朋友 我爺爺在伯爺 拜三 他就在說 他現在差不多六十幾歲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 他爸爸六七十歲 他就年輕嘛 六七十歲 他爸爸站在樓上 那天晚上 都會送報紙的人 送報紙 不但是送報紙 他那些報紙裡面 還會走廣告紙 有沒有 廣告紙 他在後看報紙 他有時候 廣告紙就會散 散在樓下的地上 他就叫他娘說 去把那些廣告紙起來 那什麼 他說什麼 他就是看那些廣告 看那些廣告 他那些年輕 他就想說 這個老婆這樣 報紙看就好 為什麼要看那些廣告紙 每天都這樣 他都在上面走下來 拿廣告紙去給他看 結果他真的有夠煩 那些廣告紙 他就有一次他就配命 爸爸說 廣告紙沒跑掉了 沒有了 就這樣 然後他現在呢 他現在年紀 就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自己就深深的感受到 當初他爸爸的要求 他爸爸叫他拿那個廣告紙 他現在已經能體會了 為什麼 因為年老了 年老以後呢 他心靈的寄託 就是看那些廣告 你不給他看 他就當初他就要做什麼 所以他很會 這個是第二個故事 年老了 我把這個故事 說給我們的醫工聽 我們有一個醫工 他也有感觸 他就說他的故事 他說他媽媽很愛博婚 很愛抽菸 他做男子女的生活 就想說 哎呦 這麼老了 又博婚 當時都失敗了 對不對 你看看 我們做典子女的生活 一定會放老年家說 不要博婚 對你的身體不好 結果他媽媽 跟他講一句話 他說 在那我都在門城上 我才不會博婚 他就這樣說 我有什麼會說 這三個故事 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百善孝為先 孝 孝是一個字 可是孝順 我們常常把孝跟孝 合在一起 對吧 這支順很難做 很難做 他就說這個故事 我也同感 我爸爸也很愛博婚 我也會這樣想說 說博婚自己身體不好 我只是這樣委婉地講 可是我不會很斷然地 叫他不要抽 因為他已經抽了好幾十年了 等於是他的 他唯一的嗜好 他想要 所以我跟我先生 每次回娘家 剛開始會買 他奉月婚的牌子給你 到月子我就想說 這樣反而害了他 所以我最後 我們兩個是最後決定 就拿一點錢給他 然後叫他自己去買 買他喜歡的東西 他就不一定買婚了 對吧 可是呢 我不會再去拒絕他 不會再強迫說他不要去抽菸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孫 像老人家 老人家有時候他會回過去 我們常講過去的忘不掉 現在很容易忘記 現在的事很容易忘記 對我們自己的父母 有時候老人家有時候也會犯這個錯誤 這樣的特質 對我們現在還有父母 還是對我們現在的怕生 有時候角色 稍微去思考一下 這個真的是值得我們去考慮的 最關鍵的就是我們爸爸 因為他感覺他抽菸很快樂 但是醫生一個人說 他現在改調了 我先來帶他很開心 但是呢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基本的擺善孝為先 在我們家裡如果說還有父母的 孝順兩個字真的是 我們常講講很容易 可是做呢實在是有點難 有點難 那也就是所謂那個 那個楊孝長講的同底心 老人家心裡想的 有時候跟我們想的還是有點距離 那我們就順從他 我們就順從他 這個就是孝順孝順的真諦 因為有感覺 所以說出來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